大家好 我是林盛 咱们又见面了 糖尿病是当前世界流行病 首要调查的温馨病 而研究表明 孤独的人更容易患糖尿病 孤独是一种封闭内心痛苦的状态 生理应激反应带来激素水平 分泌异常 就会刺激到皮质醇分泌增加 导致糖原分解增加 和一个临时性的胰岛素混乱 孤独会使人对食物有更高的欲望 导致摄入过多的高糖高脂的食品 而且孤独会出现情绪低落 焦虑 抑郁以及失眠 在这样的状态下 导致血糖明显升高 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老年人的个脏器功能衰退 自身调节能力和免疫力下降 所有患糖尿病的几率会比成年人要高 想要预防糖尿病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控制饮食 糖尿病又称富贵病 也就是吃的太好 导致身体过量的吸收 给自身的胰岛功能压力过大 导致胰腺功能下降 甚至逐渐衰减 那么想要让胰岛功能减轻负担 坚持吃 低糖 低盐 低脂 低胆固醇 还有高纤维素和适量的优质蛋白的食物 切记不能暴饮暴食 济烟酒 而且可以适当的少量多餐 掌握好规定的热量摄入 多运动 体力活动减少 运动不足也是患糖尿病的因素之一 运动可以有效的防止体重增加 防止肥胖 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 并且参加体力劳动 可以增加肌体对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 增强体质 体恶眉力 增强自信心 会降低缓糖尿病的几率 比如像散步 慢跑 打打太极 爬派山 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方式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多和朋友 家人交流 适当的放松 心中的压力 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比如说音乐戏曲 琴棋书画 羊鸟种花等等 陶冶琴操 另一期的体检也很重要 它是保障身体健康的一种有效方法 早发现异常 早防治 早治疗 定期的监测血糖 尿糖血脂 那么也是防止病情加重的重要途径 好了 我们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我 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